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诗篇第26篇 这篇的诗篇记载着大卫的一篇的祷告 如果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大卫大概正在面对他生命当中的困境 以致他需要把这样子的一种的困难 这样的一种的处境 在这种处境里面的那种的心情 带到上帝的面前 各位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困难会带来两种的结果 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困难把我们从上帝那边推远了 我们在困难当中反而远离了神 其实这是中了撒旦的诡计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想一想 上帝是那位帮助我们的上帝 但是在困难当中我们却远离这生命的帮助 那对我们生命是没有任何的好处 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那人为什么会在困难当中 需要上帝的时候去远离神呢 这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一种的期待 可能我们觉得说在这种困难 上帝甚至不应该允许这种困难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一直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远离了神 比如说在这个疫情当中 或许我们也有一些人失去了工作 或许有一些人 这个收入受到影响 那我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会埋怨上帝 为什么让这种的困难领到我们的身上 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走这种的方向 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就会跟上帝越来越远 而上帝却是那一位的帮助者 远离了上帝 我们就很难再看到曙光 唯有回到神的面前 亲近他 依靠他 在困难当中紧紧地跟随他 我们会看见上帝的手会带领我们 他们会见证神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 大卫的生命一个最美好的见证 就是他在困难当中 他没有选择远离神 这篇的诗篇就是这个例子 他在困境当中 但是他却在困境当中来去寻求神 来去依靠神 在困境当中 把他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从这篇诗篇 从三个角度来学习 我想我们可以 从这三个角度的时候 来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看看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 在困境当中 做这三个的祷告 这三个层面的祷告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 大卫是表达 对上帝的依靠 在第一节 我依靠 我依靠耶和华 必不动摇 他表达他对神的 这个的依靠 他认为上帝是帮助他的神 第二节 耶和华求你查看我 考验我 你熬念我的肺腑心肠 他依靠神 他完全的依靠神 他求神监察他 求神带领他 求神帮助他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 我们看见 大卫在这个诗篇里头 他就表达自己的无辜 他怎么样呢 他说他未曾 他是按着上帝的真理而行的 第三节 他未曾与虚妄的人在一起 他也恨恶这些虚妄的人 他们的聚集 然后第六节说 我要洗手表明无辜 弟兄姐妹 表明依靠神 然后第二 大卫来到神的面前 表达自己是按着神的心意而行的 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想 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卫大概也已经做了认罪 已经做了悔改 已经在神的面前审查 以致他看见 他现在这一种的状况 应该是 所在神的心意当中 那弟兄姐妹 这个非常宝贵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表达对神的依靠 然后我们审查自己 审查自己 求基督的宝血 遮盖自己 然后我们对神说 神啊 我就是愿意首节心轻的来跟随你 来敬拜你 来侍奉你 我要表达自己的无辜 求你为我伸冤 求你带我走出这一种的困境里头 如果因为我的软弱 我的犯罪 我的亏欠 而导致现在这种困境当中 我们要求神怜悯 然后也求神拯救我们出来 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的祷告 他表达自己的无辜 他表达对神的依靠 然后第三呢 他在经文的快结束的时候 他表达他愿意持续的来敬拜上帝 耶和华第八节 我喜爱你所住的殿 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大卫愿意来敬拜神 大卫愿意来亲近他 弟兄姐妹 我想这非常的宝贵 我们在各种的需要里头 我们真的要紧紧的来去跟随上帝 而且不要在我们的失败软弱当中 忘记亲近神来去敬拜他 而敬拜常常是提升我们的眼光 从世界上的事情 从我们的限制 从我们的软弱当中 被提升来到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全能 我们的眼目若看到困难 我们就忘记了上帝的能力 我们的眼目若仰望上帝的能力 这一切的困难 我们会发现到 他只不过是短暂 而上帝他能够成就美事 愿神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信心 就要像大卫一样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是快快地 紧紧地抓住你 而不是远离你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继续敬拜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